国民党党魁之争逐渐白热化了妈 传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私下劝劲 新美市长侯友宜出战要协助台中市长卢秀燕 拿下2028总统大选 那么第二个方案则是由卢秀燕亲自上阵来出任党魁 今天中午蓝营有30多位现任跟前任立委 就跟王金平、卢秀燕齐聚在台中吃午餐 王卢两个人频繁同台 虽然他们都说只是例行性的餐具 但是还是引发外界联想 难道是已经开始积极布局 在明年要打断现任主席朱立伦的连任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台中市长卢秀燕 继七月高雄合体又再度到台中同框 祝福王院长、江户院长的这些男委员们 父亲节快乐 二方面就是老同事聚会 一年度大概老同事聚会 每年大概都选在这时候 所以已经行之有年了 没有什么奇怪的 重申只是例行参序 但现场从嘉义市长黄敏慧 立院副院长江启臣 再到三十多位来迎现任前任立委大集合 难道是预告明年党主席之争挺卢派 已经动起来了吗 有没有跟大家鼓励什么 最起码就是心想事成 哪方面心想事成 他怎么想就怎么成 这句心想事成似乎暗藏玄机 加上近期王鲁平凡合体实在很难不引发联想 只要他有意愿的话 那就是不能把它解释为无众 但是是自然无难的在这里 在这里建立 全出王近平看好卢秀燕 出在2028总统 目前已经在劝进侯友宜 当一个无私心的汉子党主席 成为Kingmaker辅选燕子 B计划才是卢秀燕 亲自上阵选党魁 但不论哪个方案成局 都是在挑战 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连任之路 对于媒体的放话 或者是说这些私下的讨论 我们都觉得对于团结 国民党要来去对台湾人民 做更多的监督努力 其实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问鼎党魁宝座 各阵营台面上看破不说破 私底下恐怕已经磨刀火火 借张同位于林宇 刘其宇台北台中采访报道